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林大 我现在人在南港展览馆的一广四楼 那这次呢 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呢 有超级多参展的品牌跟厂商 大家看完我的影片啊 那个六大看点带大家逛 2023年的台北国际自行车展 大家都一直在敲碗说 有没有比较细部的品牌 更特殊 有没有一些比较focus的画面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新品的亮点 来了来了 马上就来了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 全场里面的七斤新品吧 走 没错 第一个品牌呢 琳达就是来到了众所皆知的TOPIC 那在我身边呢 就是行销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TOPIC的摊位 每年我们一定在琳达节目 好好介绍一下我们TOPIC的新品 没错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展会非常的热闹 其实跟过往的台北赛口秀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年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今年有什么新品 要介绍给各位车友 走 首先来到的这一区 就是那个机场回头率百分之百 一定会被搭讪的这个PACO 耶 那个Fan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来 各位车友 其实大家过往啊 其实一定都看到琳达出国的时候 都会带一个PACO 就是把他的车子呢 带到日本或其他地方骑车 经了好朋友加入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PACO EX部分 那过往其实出国的时候 很多车友很在意行李的重量 是 对 那行李当然重量越重 其实我们可能相对付出的成本 要高一点 没错 所以我们在EX部分呢 它的尺寸跟现在Linda用的 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可以容量最大到L-size的车架 但是我们在整个重量的部分呢 它轻了两公斤 你们可能是去出国比赛 你带的可能是像这样的计时车 那你的车架也比较大一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新的朋友 就是PACO TT 在高度上面呢 多了八公分 所以不管呢 你是XL的车架 或者是特殊造型的计时车呢 我们PACO TT呢 都可以放 都可以放进去 每次啊都会有女生的车友问我用什么打气筒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好用的打气筒才不会让我们每次要出车之前就已经汗流浃背 那这一次呢 TOPIC出的打气筒 还有一个新的设计巧思 请Ben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其实我们不只是让这支打气筒呢 它是单力功能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打气筒的部分啊 在旁边呢 有一个挂口 那这个hook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可以上下调整 所以它同时也是一个立车架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现在很多车友 它不只骑公路车 它可能家里也有登山车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公路车跟登山车的胎啊 上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支打气筒 Transformer E-Up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压力表的部分 可以去做切换 当我把它转到hb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一个大出气量的一个表面 同时呢 它不只是表面的改变 我在出气量的部分呢 它也是做了一个 我们可以感觉到说 其实它出气量就变大了 那我今天如果说 我今天是换到公路车的车种的时候呢 我把它这个压力表呢 再转过来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变成这个高压的模式 同时呢 我们在判别那个胎压 我们就可以更精准地知道 我要设定的胎压是在多少 Transformer E-Up还有一个很特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气嘴头 我们是一个半透明的设计 那为什么我们是半透明的设计 其实现在应该大部分的公路车 都是装无内胎 是 所以无内胎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把气嘴先拔下 对 然后让比较大的出气量 把胎存撑起来 在跟气嘴en gate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这样子去旋转它 我们就可以把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气嘴法呢 就是让它最能两节式的气嘴 那这时候呢 因为它的气嘴法的孔变大了 进气量呢 相对的它也是变大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率地 把无内胎胎存把它撑起来 里面呢会呈现一个真空状态 当我完成设定的时候呢 我只要再把它锁回去 这样就完成一个无内胎的设定 今年Linda在展区上面看到了 全新的商品我没有看过的 请Ban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相信很多车友 其实车上都是装我们Type 一个坐电包 对 那我们Type 一个坐电包呢 在过往一个很经典的设计呢 就是一个FISA快卡的一个系统 那快卡的系统 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坐电下方呢 快速地更换你的坐电的一个形式 但是相对呢 其实上面的空间 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到 同时它也限制了你坐电后面的一个配置 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新的全线系统 叫做DUO FISA 不明之一呢 就是我的滑轨上面 它其实是有上下两个槽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现在的配置 其实上面是一个车灯 那我的车灯呢 其实是可以去做切换的 如果今天呢 我们车友呢 我们是去坐北高 或者是比较长途 骑程的一个活动的话 可能会遇到下雨 我可以把车灯呢 拿掉 换成我的泥鼠 换成泥鼠 这样就可以挡掉你的雨水 谢谢变精彩的介绍 那车友们呢 就可以根据自己骑程的习惯 还有带工具跟器材设备的习惯 来做挑选 那最后呢 琳达也想帮车友们问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台湾的车友们 什么时候可以在车店买得到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呢 刚刚所介绍的产品呢 在我们TOPIC的官网呢 其实都已经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网址呢 可以看这边 对对对对 如果说希望到车官网上面购买的话呢 也可以到我们杰安特的门市 都有卖我们TOPIC全系列的一个产品 没错 四楼这个入口一进来 就会马上到今年最大展区的耀越单车 因为太多品牌太多展区了 琳达用一分钟很快速的带大家看一下 今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OK 现在马上呢就可以来到 今年的这个新的涂装颜色真的是超级漂亮的 相信呢女生或是比较稍微稍包一点 闷稍一点的人应该会相当相当喜欢 像我自己就非常的喜欢 看一下Tomasini新的涂装 就是这台车 超级美 有兴趣的呢 可以直接来耀越单车的摊位上面看看 再来呢 这一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它是e-bike 有没有超级可爱 太复古了 这个新的品牌呢 是邀越刚代理的 如果有兴趣的车友呢 也欢迎来到摊位看看喔 再来是Linda已经注意非常久的 泰车品牌MOOTS 你看这个彩虹logo超级漂亮 真的是觉得此生一定要拥有一台 这么美的车 再来啊 Speed Vagan这个品牌也相当的特殊 它完全就是手工客制的涂装 大家看到舞台上这台有够美的 就算是一样的款式 颜色也会做调整 所以你拥有的单车 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涂装 喜欢Brompton 喜欢骑小步的车友 一定也要来到耀越走走 因为你看 有非常多可以改装小步的配件 还有小步相关的人生布品 以及装备的这个包包 有各种的款式可以选择 再来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VB 春夏新色已经出了 这么美的颜色能够不拥有吗 刚发布新品新色特饰款的 Chapter 3在这边也有 接下来还要看到超级美的车鞋 除了登山车以外呢 也有公路车的款式 Quark一定要来耀越的摊位看 现在Linda呢 就要带大家来看 南港展览馆一楼的这个品牌 Rapid Lock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Linda自己的贯通轴啊 就是使用他们家的 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他们的新品吧 你好 你好 今年最新的新品呢 就是真的快速拆卸的贯通轴 哇 只需要两个步骤 四秒钟就可以将轮子做快速的拆换 哇 我示范给你看 好 呃 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只需要这边把手柄打开 哦 第二部分这个旋钮 转一下 就可以抽出来 哇 真的超快 这样就可以换了 因为我之前还要锁锁锁 转转转 然后再装回去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把手柄顶着 对 旋钮再打开 关闭 完成 好棒哦 对 哇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我们每次可能上手回去的松紧度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们碟盘可能会因此而干涉到 是 所以你还要一直做微调 可是我这一套系统你只要第一次安装好之后 我每次关的手柄的力度是一样的 所以你换轮子 不管是换新的轮子或者是圆轮子 你更换上去位置都是原来的位置 哇这真的很棒 因为就不会有那种好像每次装完叠盘 有一点点磨到 还要再调整 刷刷刷这样 对对对 那推荐所有车友一定要来ReppyLog探问看看哦 Linda这次车展呢 一样有接这个主播台的工作 那昨天在棚内就看到李四友来访问这个 真的是太酷了这个桌子 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出来看一下 我们请这个行销帮我们介绍一下它有什么特别 这是我们Acer的库齐桌 那这张桌子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说所有的电能都是靠自己的踩它去产生 所以你看可以看到我们桌子是完全没有连接各种电源 没有连接任何电源线的 那你上去踩它之后 你踩它的过程中 动能转换成电能的时候呢 这个后面呢会有一个绿色线会闪烁 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到时候你的手机跟我们前方 就是电灯这边都会做发亮 因为你已经有电力就是可以传输过去 就是马上来试试看 好 现在看到Linda这个手机已经插着了 但是她现在手机没有在充电 我们来看一下我开始踩会发生什么事 哦 马上可以充电 那Acer过去的话部分 因为我们Acer Gadget的部分 就是不论使用永续环保材料之外 我们还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产生电能 然后让自己也可以做一个环保的概念 Potato做久了 我就会觉得整个人越来越懒了 好像越来越胖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呢 工作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动一下 据说新一代的桌子还会显示 你会消耗多少卡路里 非常非常棒 然后我昨天在直播里面呢 听到一个讯息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iPhone啊 就是从手机零% 要充到全部饱满的时候 是不是三个多小时可以充满 对 你可以认真的在那边踩个三个小时 你的手机就会从没有电到饱满的电 好 那我们桌板的部分呢 我们是自动升降自己的电力 产生的电力去让它有一个升降的一个电力 那我来试试看往上 哇 好酷喔 哈哈哈哈 那运动的时候的阻力呢 也可以靠这边的控制去调整 哦 现在LV1 对 目前有四段阻力 哎 感觉马上就感觉到有变重了 感觉要起来抽车了 哈哈哈 天哪好重啊 太重了 那你变的话 比如说我们APP还可以追踪你消耗的卡路里 跟骑程的状况啊 速度跟时间 哇 这真的太好玩了 琳达马上想要买一台回家骑 现在琳达来到了这个 SRAM的摊位 那身边呢 也是SRAM的这个Ian 哎 大家啊 我是苏联的Ian 哎 不是MTV101的Ian 哈哈哈哈 我们棚内的主播也叫Ian 这边也叫Ian 刚好都是那个Mountain biking界的这样子 第三月呢真的是SRAM很大的一个月啊 因为他们的新品是从越出发到越底 那我们现在请Ian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现在很快的呢 我们就来看到身后这一台车队版的Leaf的 这一个MVLeaf 所以它呢 在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新的 我们的这个Force的变法 所以我们就从上讲到下这样子好了 所以其实呢 在我们摄影师的身后呢 待会就是它会带到就是我们旧版的 它是比较符合大的手型的这个变法 然后来到我们第二代的Force之后呢 其实它的这个整个变速的机构呢 它就来一个缩小化 而且它缩小了之后呢 还带来更大的这个夹子的效益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变法呢 它可以直接配上六颗的无限的远端按钮 这个车手啦 或者是我们的驱饼 以及我们的后面这边呢 其实它都有这个我们叫 泰伞雷射金箔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表面处理 所以我们这一次下足的这个表面功夫 这一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finish 我们叫这个叫unicorn gray 就是独角兽灰配上我们这个 泰伞雷射金箔真的是相得益彰 因为其实从像我这个角度啊 这个光前后稍微动一下 就可以看到它表面有点在 做不同颜色的改变 没错没错 在我们现在看到这台车呢 就是我们现在最新发表的 这一个我们的叫Ego Transmission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XX的版本 这是它的等级 所以从上面看下来呢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变革还蛮大 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把我们这一个束环的这个造型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内部呢 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构造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按钮呢 它可以做360度的调整 所以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 就是你的手指 不管你的长短 你怎么你就可以转到你需要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在登山车的产业里面 那么多年啊 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 它都还是会一直需求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Chain Guard 是 就是这个 让它不要掉出来 对 就是让它来做一个心理上的补偿 后面大家看得出来 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新的Solution 没错 因为这一次呢 我们在我们多年的这个UDH的这个钓耳 后变钓耳的开发的这个经验里面呢 我们其实累积到更多的这个 我们学到更多的课题 是 然后以及我们学到更多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机会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后变 直接就锁在我们的这个车架上面 就不需要钓耳了 哇 喜欢外骑的车友呢 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品牌 来自荷兰的Dynamic 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 但是近几年呢 才跟环发车队有合作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四大系列 首先呢就是Clean 就是清洁的部分 喜欢骑车的朋友 一定不能忘记清洁 再来呢是油品的系列 油品的部分呢 就是出车之前要做的润滑的这个工作 那第三个Assemble的系列呢 其实就会比较偏向是车店的技师 他在组装的时候需要使用到的产品 最后一个呢 Protect也就是保护的部分 那就是保护啊 像我们出门的时候 需要一些封禁的这个喷雾 然后或是 鸡皮的鞋子需要防水的这个处理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 来到这边可以找到的产品 各位 这一台车子就是我们今天 在这个美国的时间 今天凌晨 刚刚发表热腾腾的 Trans Advanced Horus Elite的车种 刚发表就在台北展的现场 太幸运了 我们竟然能够看到本人一亲方者 那请Brandon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细节的部分 好 那这台车子 众所瞩目后 我们定位在就是希望 我们的领导的这些玩家 不管是一般车 Ebike 的玩家呢 都有更好的 更高级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台Trans E呢 它大概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第一个它是我们在这么多人家车里面最轻的 相较于过去它减轻了4公斤多 所以它现在车重大概18公斤 那除了它轻量之外呢 它本身所拥有的这一个电机 采用的电机 这一次也是最多最丰富可调的细节 所以不管今天我们的这个骑士 它想要比较natural的感觉 它想要很接近这种能力车的感觉 它可以有这很轻量的这个扭力的输出 但是如果它想要更不一样 更丰富的感受的话 我们可以提高它的扭力 让它爬更保坡的时候 有一个更轻松自然的感受 现场也展会了 就是第一次我想是在台湾市场 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亮相 就是我们的CADES TRI的这个车架组 还有我们对于三铁的一个一个solution 那我这边有几个重点想要跟大家来介绍 好 发烧友也都很清楚 PTO的全世界排名第一名的 就是我们的小胖 是 它其实就是我们CADES TRI的御用的车主 没错 那不管是在去年的这个KONA 它也是拿到冠军 然后在整个PTO的排名 铁轮也是第一名的 那这个我们今天展示的就是它的竞赛 已经准备竞赛的一个概念 所以不管是所有的零件啊 或者它的补水系统 大家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展示 但除此之外 林达我这边还想要请你移驾一下 就是很帅气的这个行李箱 对 因为各位我们在提出这个CADES TRI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PM想法非常的清楚 它就想要比赛前 比赛中比赛后 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 所以不只车架主 购买这个CADES TRI的车主呢 它还拥有一个这样的行李箱 这就好像是一个铁人专家的一个车衣橱 这样子 所以它可以根据当天要比赛的一个状况 例如说它去比KONA 可能侧风比较大 我可以选择四导轮的配置 然后装到我行李箱 把我的车架装进去 然后我就准备上场 购买车架的时候就附赠这一整个行李箱 还有这一个这个配套的这个组合 也就是说像是我 我的fitting跟Linda的fitting一定不一样 所以我就可以根据这样的这样子 不管是垫片啊 长螺丝短螺丝去调整到 最适合一个是Linda或是我的配置 所以我还要说这个是 不管是比赛前 比赛中和比赛后 完整的CADES Solution就在这里 各位车友大家早安 Linda现在来到了我们四楼 太平洋自行车的摊位 那我们就来邀请一下 这个行销Mario 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相信大家呢 对太平洋自行车一定是非常的熟悉 他们有超级有名的小折商品 就是Birdie这个品牌 车友一定都非常的清楚 还有另外一个 也很知名的小折品牌叫Carrie Me 今天呢就要在摊位上面 带大家看看有什么新品 Linda有提到我们最有名的Birdie 那今年的Birdie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全新的Birdie 它今年在R版的话 有维持双色的版本 分别有银标黑色跟银标红色 太平洋的另外一个车款的重点 好这个车就是大家可以肉眼可见 是比较特殊的 非常的特别 你在外面应该也看不到 那因为现在台湾的企业 应该也只有太平洋在做这种特需的车子 就是给身脏朋友或是年长者去做使用 因为这个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内市场需求比较少 那投入这样的企业的话 应该只有太平洋的公司的特性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或我们是做一些少量客制化的东西 是因为刚刚其实有聊到 就是可能每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车友 以及身上的人士 他们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或是他们的居住环境 每天这样子 daily在使用的状况 其实都不尽相同 所以呢就是太平洋就提供这样的服务 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去做特质 对 好啦以上就是Linda竟在展场里面 整整三天为大家带来热腾腾的第一手报导 但是呢上百上千家的品牌跟摊位 真的是怎么样都逛不完 没关系如果大家呢 看我的影片真的是非常心动的话 明天最后一天消费者日 记得推荐大家要购票入场 来看一下这么多品牌精心的新品 来试一下这么多有趣的车种 接下来呢我们就展场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